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些国际议题 终于要讨论到台海战争了 这大概是台湾人唯一在乎的事情 拜登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的话 美国会武力保台 这个是承诺 是善事 是美国应该的 为什么呢? 台湾有什么东西是美国很想要的吗? 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下 用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议题 左派大红人AOC再度开直播 把他想要杀婴儿的观点 再度跟宗教扯在了一起 这次他不是在批评宗教 而是在帮助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他们的权益呢? 他们的利益呢? 别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你们基督教啊! 这是自大啊! 这是狂妄啊! 是违背圣经的 你懂吗? 基督徒们! 另外左派媒体也全部加入了 支持堕胎的行列 大主教Wippy Goldberg 这个自称是假犹太人的黑人 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众议院院长Nancy Pelosi打抱不平 你们这些主教懂天主教吗? 你们这些基督徒 还不如我这个无神论者懂得多了耶! 还有今天的人气问题Q&A 堕胎可以帮助穷人 让他们可以不要有组成家庭的压力 养小孩的压力 小孩生了没人要 谁养? 还不是靠纳税人的钱 堕胎可以解决穷人的问题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很讶异竟然没有人讨论过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这个 很多保守派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2022年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年 我们这个世界多了很多东西 随着COVID-19慢慢不见了 我们有了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Monkeypox 猴斗 欧洲又开始打仗了 原本自由的国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 世界大战感觉一触即发 还有中国好像叙事待发 要打台湾了 这个星期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 我们的美国的总统 正式宣布 如果台湾被侵略的话 美国会出兵 帮台湾抵抗侵略者 这个 我们可以往好的地方想 也可以往坏的地方想 我们先往坏的地方想 就是 拜登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你并不愿意与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你并不愿意与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对于台湾 对于台湾 你并不愿意与美国的关系 对于美国的关系 那是我们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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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在看 这里是个状态 美国会动用美军来保护台湾 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 跟乌克兰比起来 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 还有工业能力的技术 是比乌克兰高出不知道几百倍的重要 乌克兰就是一些什么麦子之类的东西 台湾对于全世界的半导体晶片的供应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中国拿下台湾的话 中国可以控制不只是美国 甚至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 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影响到美军 因为美军的科技什么 战斧飞弹啊 无人机啊 里面的晶片 很多也都是台湾做的 所以中共如果拿下台湾的话 中共就可以对澳洲 日本 韩国造成威胁 简单的说就是 美国会被慢慢的 强迫退出亚洲太平洋的地区 那事实就是 如果中共现在就要打台湾的话 台湾的确可以造成 中国的军队有大量的损失 但是共军会赢 中共在各方面的军事力量 都比台湾多非常非常的多 中共可以死五万人 七万人 十万人 但是他们如果不顾一切的话 还是可以拿下台湾 而且台湾跟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近 我相信看我们的频道的 应该不需要讲解有多近了吧 只是隔着台湾海峡而已 所以美国要去物资 帮助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当Joe Biden说 美国会武力保台的话 有几个观点 可以看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 很棒啊 我们吓吓中共 你别乱来哦 如果你在这边打起来的话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武器 准备好跟你拼 但是 这真的是拜登在说的吗 很明显不太是 因为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准备 跟军事演习 是针对保护台湾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 无法跟中共对抗 后勤跟补给线 在那个地方也很缺乏 简单说就是 美国并没有能力 帮助台湾打仗 也没有办法保证 可以在当地打赢中国大陆 虽然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特别是海军的数字 好像很大 很漂亮 很先进 但是其实 非常地分散 美国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在中共拿下台湾之前 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抵抗中国的侵略 所以马上 拜登的内阁成员 白宫 五角大厦 国安部 国防部 全部都开始 透过各式各样的媒体说 没有这回事哦 这不是总统的意思哦 You mentioned Kate sev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ere apparently caught off guard by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and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ough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wice before President Biden has suggested that the U.S. would intervene militarily and again we've gotten those same statements from those instances as well wher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rying to insist that the U.S.' policy hasn't changed It was a bold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and it was almost immediately walked back by the White House while he continues his trip in Asia The president's saying that he would use the U.S. military to defend Taiwan if China were to invade but that's not the stated and long-standing U.S.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necessarily CNN has learned that President Biden's comments caught some of his top aides off guard This is drawing a sharp response already from China That conflicts with official American policy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that basically means the U.S. has purposefully left it vague and does not make definitive statements as to whether or not it's going to enter a war on Taiwan's behalf The White House very quickly walked back those statements saying that or reiterating the U.S.'s long-held position to uphold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support Taiwan The U.S. will be the U.S.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the U.S. will be the U.S. on the other side So that's why I think it's okay That's okay I think it's okay It's okay I don't really hate Taiwan's people and all the political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But the U.S. will be the U.S. safe 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也不会保护台湾人 这个说穿了就是两个国家 但是被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搞得死死了 美国政府过去20年对于香港 跟中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很模糊 造成的就是 中国共产党透过反送中这个事件 直接就掌控了整个香港 现在香港政府就是中共的大手 中国政府不废一兵一卒 这个就是搞暧昧的后果 立场清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但是美国有没有能力出兵去保护台湾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拜登在台上说的一些 我们很希望的事情 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执行 或做到这样的事情 拜登说这个样子的话 也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个就是我们告诉中国大陆 别来别乱搞 就算你打下台湾了 但是这同时也代表说 你跟美国宣战了 这个样子的代价太高了 你不会想要 我也不会想要 不要逼美国 不要逼我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习近平知道拜登在吹牛 知道拜登脑子不清楚 你把整个地区的情况升温 然后我不觉得 你现在有资源跟武力 在台湾海峡跟我拼 或许美国再过几年之后 就会有足够的资源跟战略系统 但是 我们现在要拿下台湾的话 你们美国什么都做不了 那么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就表示说 我现在就应该打下台湾 这个不只是在国际上 做生意做人都要在乎的信用 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去保护你说出去的话 事实上就是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 在国际舞台上说要武力保台了 他去年的11月跟6月都有说过 然后隔天就被白宫说没有这回事 一个中国很重要 一个中国最重要 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 因为他是站在日本首相旁边说的 而且接下来他说的东西更奇怪 他说他绝对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中国不应该武力翻台 我们认为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跟着这个政策 所有的联系都会做到那里 但是这个想法 可以被弃力 被弃力 不合适 它会把整个地方 然后再做另一个行动 相似于在乌克兰的地方 但是这个人真的已经信用崩溃了 他也不认为塔利帮会推翻阿富汗政府 他也不认为塔利帮会放出ISIS的恐怖分子 他也认为俄罗斯不会侵略乌克兰 然后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会侵略乌克兰 之后他又说俄罗斯会在短时间内拿下整个乌克兰 之后又说乌克兰有能力可以把俄罗斯打回去 所以说 Joe Biden的这个预知能力预测能力是非常非常的被限制的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就是 我们的总统真的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人物 说到与无伦次 我们来讨论一下另一个民主党的大红人 AOC对于堕胎的观点又拍直播了 他对这个议题跟拜登武力保台的议题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for people who say oh but you're you know you're you're harming a life I believe this is life well some religions don't so how about that our jewish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are able to have an abortion according to their faith you know there are so many faiths that do not have the same definition of life as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s and so what about their rights what about their rights to exercise their faith it's ridiculous and it is it's it is theocratic it's authoritarian it is wrong well 再强调一次 每次当堕胎这个事情被放到政治里面 然后把宗教的元素放进去话题里面 几乎都是左派 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希望这一切都是一个宗教的话题 这个样子他才可以攻击宗教 所以说他在这边说 所以在这边他说 生命在母胎里就存在 这个说法是纯粹一个基督教的观点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首先 who cares 把宗教跟堕胎混在一起 一直以来都是你啊 是你说 只有基督教才这个样子看的啊 因为你想要攻击基督教啊 你们想要把这一切 模糊化 好像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医学证据 科学证据 基本常识 就是海龟跟海龟蛋的关系 通通都不重要 但是 事实就是 这里 是在讲一个东西 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存在着 所以说我们才可以看着那个东西 然后问说 那个东西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一个活物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问那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然后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是人 因为他有人类的父母 而且我们知道他是活着的 因为他正在成长 只有活物才会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杯子 或者是这个桌子 放在这个地方 过几百年之后 他们会烂掉 会破掉 会坏掉 不会变成一个 我们可以观察的活物 你还可以把它打碎 分解 弄成其他的东西 他也不会变成一个活物 他在这个地方 再度抹黑别的信仰 他说 犹太人都支持堕胎啊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 的确有很多犹太人支持堕胎 的确有很多犹太人 戴着帽子 说自己是犹太人 但是做的事情 全部跟左派一模一样 的确有很多犹太人 在扭曲圣经 搞那些奇怪的东西 跟很多基督教的教会一样 然后 AOC在这个地方 义正言辞的告诉 所有有信仰的人 一堆错误的讯息 这个就是很多左派在做的事情 看我们底下留言就知道了 他们会说 你知道耶稣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吗 初代教会就是共产主义啊 共产主义是符合圣经的 你知道吗 凭什么在这边说中国 之类的 首先共产主义 不是中国的产物跟思想 我不知道共产党就代表中国这个想法 是怎么在现代中国人的心中扎根的 我在这边讲的重点就是 这些人不断的想要教导 别人应该信什么 就算他们没有任何的信仰架构 跟任何的根据 但是 他们要你知道 你信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认为 他们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的信仰 我在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犹太人对于堕胎的观点是什么 因为 我们的圣经 跟他们的圣经 前半段是一模一样的 人若彼此斗争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堕胎 随后却无别害 你要不要帮我念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法 你帮我念这一段 actually Felicia来念这一段 因为我的朗读能力是零 在这里 出埃及记 21章 22到25节 人若彼此争斗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坠胎 随后却无别害 那伤害她的 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 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我本来都写好 我本来想要讨论 那就是 结果 失败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极少提到这个 堕胎这两个字 总之 我们不应该伤害 堕胎的妇女 跟流产的母亲 我们要处罚的是 害那位女生堕胎的人 这就包括那些 教唆她堕胎的人 因为 那算是对于母亲 一辈子的别害 若有别害 就要 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这个 就是犹太教相信的 也是我们相信的 昨天Pelicia的新闻 也有讲到 旧金山的天主教的主教 拒绝 虔诚的天主教徒 Nancy Pelosis 领圣餐 行圣礼 不能做礼拜 直到 她认罪悔改 公开声明 反对堕胎 因为 Nancy Pelosis 支持堕胎的理念 跟天主教 两千多年以来的 这个教义完全相似 但是 Nancy Pelosis 才懒得管这些 我可是 众议院院长 天主教又怎样 神的律法又怎样 教义又怎样 我Nancy Pelosis 去你的教会 是给你面子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的神真的存在啊? 没错 现在有两个 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要怎么找到解答呢? 我们要来看圣经 看是神是怎么说 还是 来看The View 这个频道 来看看 Wilby Goldberg 这个大主教 是怎么说的 这边先暂停一下 就是 那个就是他的工作 做这个样子的决定 就是他的工作内容 这就是主教在做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Wuppy Goldberg 或许不懂 因为他不是个天主教徒 我也不是天主教徒 我也不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历史上 很多天主教的主教 透过这样子的权力 来达到自己的私欲 但是 主教的工作 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决定 要不要让人做礼拜 领圣餐 行圣礼 因为是对于整个基督教来讲 如果你犯罪 但是没有认罪悔改 然后又行圣礼的话 你是在吞食你自己的罪 你自己的不洁净 所以说 这个主教做的决定 It's an act of mercy 是出于怜悯的 是为了Nancy Pelosi's 不要再让罪吞食自己的方法 但是 跟刚刚提到的AOC一样 Wuppy Goldberg 这个假的犹太人 无神论者 要来教导天主教的主教 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主教 You know what is the saying It's kind of amazing But You know What is the point of communion Right?It's for sinners It's the for sinners It's the reward of saints But the bread of sinners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That is If Pope Francis says That's the issue But see 不管他这边装的多懂 多了解 还断章取义的quote 左派教宗的话 那些都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跟教导 我知道天主教 2000年以来的教导 一直以来都是 你在做礼拜之前 你要领圣餐之前 要认罪 要悔改 洁净了之后 就可以参加礼拜 有的时候天主教徒 可能太忙 没有办法去忏悔 这个时候 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会选择 不参加礼拜 因为如果他们还参加礼拜 领圣餐行圣礼的话 根据圣保罗的说法 For he that eat and drink unworthily eat and drink damnation to himself not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中文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 不过 这边重点是什么 或许 你不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Nancy Pelosi 跟 Whoopie Goldberg 也很明显的完全不相信 觉得这一切都是胡扯 没有差 没有人在逼这些人当天主教徒 就跟没有人在逼别人要当基督徒一样 如果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胡扯 没有意义的 只是一堆人 星期天浪费一个早上 不知道在干嘛 为什么这些左派自由派 会这么坚持的 要Nancy Pelosi 在一个有罪的立场 跟人生当中做礼拜 如果他们认为说 教会是错的 不只是错的 而且是彻彻底底的不人道 特别是在堕胎这样的观点上面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乎 天主教 主教的教会 行圣礼这样子的仪式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 左派就是一个宗教 堕胎就是他们的圣礼 然后 这些左派的人 想要他们亵渎神的行为 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这么简单 左派想要利用宗教 来执行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 这么爱现在的 左派的天主教教宗 把他搞得好像是 他支持堕胎一样 这个也是完全是胡扯的 他好像很左派 没错 但是 Pope Francis 很明确的说 堕胎就是在杀人 就跟你请一个杀手 杀死你的敌人一样有罪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跟左派讨论宗教观点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突破 因为他们不信就是不信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就是要用 世俗的观点 来跟他们对话才可以 CNN的主播 Dana Bash 邀请了阿肯萨斯的州长 Asa Hutchinson 她问她 如果我们毁了 Roe v Wade 如果我们把堕胎 变成一个犯法的行为的话 穷人变多了怎么办 各位可以听出来刚刚那个问题有多邪恶吗 刚刚那位CNN的主播问的问题 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 杀光穷人 他就是在说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 感谢堕胎合法 穷人可以杀死他们自己的小孩 这个样子 社会就不需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了 不需要一个没有人爱的小孩 一个负担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样子就可以省下很多纳税人的税金啦 所以 州长大人 你准备好要喂养那些穷人了吗 你真的想要吗 让穷人活下去吗 这个 Asa Hutchinson 其实也是个蛮弱的共和党人 所以他好像 不太知道怎么诠释他的答案 当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问他们说 杀死穷人就是你要的吗 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穷人死光了不就好了 而且 这真的就是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想的 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问基督徒的 因为我为了把妹 读了一堆好多什么女人的 什么女权的书 这是非常基础的左派观点 就是那种 你知道的啊 在城市里面那些 你懂的 他们很多 长大之后可能坐牵犯科耶 那边的环境也不好 那边的那个堕胎率又这么高 那我们就持续提高堕胎率就好啦 这个样子 但是你想想看 犯罪率也会下降 救济金的花费也不会这么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杀死这些婴儿啊 因为 他们 或许长大 不但对这个社会没有帮助 还会造成社会负担耶 嗯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邪恶了吧 你想想看 这跟那些 变态杀人狂自己 我在社会上面做善事的人 有什么差别 跟希特勒 斯巴达 斯巴达 毛泽东 柬埔寨的 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么自私 就是这么恶心 这个就是整个堕胎的议题的重点 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私的社会 还是一个行善的社会 不管他们是怎么样帮堕胎辩护的 最终就是关于 自私的不负责任的性爱 自私的我想要完全掌控我自己的身体 就算是因为我的行为而造出来的生命 我也要有权力可以把他杀死 自私的可以这样杀死生命 这样子我才可以追求我的人生 我的事业 我不愿意牺牲任何事情 就算为了我的小孩 我也不愿意 他们是来花我的钱的 他们是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不方便的 他们是让我不能随便出去玩的 自私的可以随时放弃一切 不顾任何的责任 这个就是左派一直以来想要的 我我我我我 我的权力 我的权益 我的自由 我的事业 我的金钱 我的人生 从来就没有人讨论过 我的责任 没有人讨论过 为了自己的小孩牺牲 有多么满足 而且是一个多么美满的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父母都知道 有小孩 就一定会有牺牲 但是我们不太讲这些东西 左派更不会讨论这些 支持生命的观点是什么 反对堕胎 从来就没有说 你不需要任何的牺牲 你不需要牺牲任何东西 没有说你的生活不会变得更不方便 支持生命没有在说你的小孩是天使 你永远都不会有负担 支持生命的只是在说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的频道常常讨论到生命的权利 但是整个反对堕胎 支持生命这个运动是在说 我们应该要有责任 我们要做善事 而且我们要有责任 我们的人生是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怎么传承 这些价值观 勇气 信仰信念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对于像CNN上面这个主播来讲 是很恶心的 EW! 穷人会有小孩耶! 为什么不直接杀掉就好了? 他们会长大耶! 会很恶心耶! 很穷耶! 很脏耶! EW! 我可能还会要缴税来养他们耶! EW! 这个就是支持堕胎的想法有多邪恶! 为了自己的私欲的欲望还有信誉 不负责任的来杀人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再被问倒了 各位如果还没有发现的话 我们的新闻这几个星期 花了很多篇幅在讨论堕胎这个议题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议题 同时也是最有争议心的议题 很多观众会觉得 这不干我的事啊 我在乎的是其中选举要选谁 我可以了解 因为这个好像也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会认为 反对堕胎会这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问题是一切的根源 各位看到现在所有社会的乱象 全部都是从可以堕胎开始的 整个美国的历史到1960年 注重的都是家庭、文化、价值观 政府保证我们自由 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到自己的最好 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阅读 我们想要读的文学作品 让我们可以自由的保护自己 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创业、成家立业 创业服务别人来得到财富 而且拥有财富 直到1962年 我们的学校停止了祷告 跟圣经的教导 要求要追求科学、进步 跟苏联一样的物质文化主义 然后我们为了要增加工作的人数 要跟别的国家竞争 鼓励女人放弃家庭去工作 直到1973年的Robie Way 这个合法堕胎的法律 创造了现在的女权主义 性爱自由、嬉皮文化、鼓吹吸毒 而且提倡 你不需要任何责任 你不需要任何的文化 没有什么定义的价值观 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任何妨碍你做自己的就是一个负担 包括宗教、包括传统、包括家庭 包括神、包括你的小孩 所以说各位看的没有错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攻击基督教 基督教的家庭观 基督教的价值观 基督教建立了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提倡 教会要支持堕胎 就算支持堕胎也应该要让他们去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满嘴仁义道德 但是说穿了就是要杀死穷人 在穷人还没有成行的时候 就杀死最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国际上面胡言乱语 在没有任何准备跟能力的情况下说 放心!我们会动用美军来保护台湾 因为跟堕胎一样 一切只是一个感觉 政治正确、社会正义 只要好听就不会有人发现错误 创造出一个没有责任、没有家庭、没有快乐、没有道德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从没有神跟胎而不是人 我们就不必要把他们当人看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如此的重要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